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林清隆 林副市长 欢迎副市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 我们保护严正署主任秘书 检美会检主任秘书 欢迎来介绍 接下来介绍的是 周雄地方检察署检察长 周龙松 周检察长 周检察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 桥侯地方法院检察长 洪庆旭 洪检察长 欢迎来检察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 台湾贡营组织协会 台湾贡营组织协会检察长 欢迎来介绍的是 接下来介绍的是 高雄市政府政工处处长 林何胜 林处长 欢迎副市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 高雄市政府建工政局局长 吴亦龙 欢迎副市长 欢迎来介绍 好 那在今天这个重要场合 很荣幸地邀请 周未来宾的逆临 首先我们再邀请 吴京招商说议会主席 高雄市政府林清隆 林副市长 为今天招商说议会 即廉政平台成立学士大会 支持 揭开序幕 有请林副市长上台 今天所有的来宾都参与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 我们算是高雄市 十年摸一件的好案子 也是一个摸我们的土地 去年我们欧市很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招商 而且目前都在动工 那今天就叫做欧市加快18 是双捷运的开发 那么今天也同时是我们 年证平台的成立 非常感谢我们 年证署的检格会 图人秘书 包括我们的高雄市地检署的 端检察长 吴充兄 还有我们的高雄市地检署 冯兴旭允长 以及我们的公民协会的 雄理事 还有何胜兄 大家还有我们最辛劳的 检局的同事 易隆 易隆在这里 嘿嘿 熊勤扣 大家好 大家好 祝你们两位 非常非常兴奋 谢谢 好 这个案子是在台北 我们正式在合定之前 就先到台北去做台会 那个时候是满山满谷 都是人 也是连同三个市场都来 但是呢 我想还是要我们到高雄 因为东非这块基地 是在高雄 这个基地呢 它其实我把它称之为 正正对于凤山发展最重要的 一块拼路 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五千两个礼拜 也一起去见任了 我们自己在拉拉波的前院 马拉拉波就在那个地方 那么这块基地 就是我们所俗称的 魏武前面的建军站 我们真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 很有耐心的把南风巨 就是它是从由夏威上 长出来的一个巨码 终于把它迁到我们的三菱洞 那三菱洞呢 它其实是有更大的 下个月会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国立台北医术大学 三个运行业都会渡进来 跟我们在地的风景 成为一个叫做 我们大家称之为 叫做K-POP 就是高属的HUB 就是Art Hub 那么魏武前面 大家都知道 是全国 也是全世界 我所知道 同一个顶盖里面 面积最大的 Performance Art 就是所谓的艺术表演 最大的产力 就是在我们这个 这个景观 它可以盟纳五千个喜词 那么喜词是 北部人很羡慕 他以为国家艺术厅 已经曼老了 但是每次一来的话 就记得要跟他赶回去 所以我们一直是想 特别跟中南南合作 我们给他一个slogan 做这个project 需要有个好的slogan 就是take your time stay one more night at will be 它很值得 因为在奉战中的计划里面 这块基地是个拼图 那么合计 我们同时告诉我 大致上 它是商务的这个 融基地嘛 所以是非常的高 840 然后呢 整个是5450平 百分之百 都是市政府的地 市政府不需要跟任何人协商 就是我们的地 现在就全面腾空了 所以呢 我们从3月30号 那是因为我们等待了 苏院长来给我们宣布 那苏院长3月30号就来了 那他就说 3月25号已经正式核定了 所以我高雄市政府走的路 是必须要 这个 这个 弯道超车的方法 怎么说呢 在台北 都是掌匿 电信料 解键系统 系统建设料 玩乐 然后再来一个暂时 再来联合开发 那我们现在呢 是因为不同的暂时方法 我系统一核定了 我就开始同步联合开发 解键联合开发 本来就是法规允许的 但是你的前提就是要 你一定要经过 新增援的核定 这条系统 那我们这条系统呢 大致上就是 117年了 一定要完工嘛 而且就是全面之潜顿的重运量 所以我们有信心可以达成 而且呢 我跟一龙也跟家长 我们拼命 一定要在今年就开始动工 全线23个站都要动工 合计有1400多亿 就是要开始从前 所以这个案子也在付起一点任务 希望能够透过 5450坪的这个接线 开发至少有三个部门 第一个 作为凤山中藤开发计划的一块坪 第二个呢 我们希望能够拿回 我们该分配的部分 50% 作为权利金 就先给我们现金 那你可以分个企业慢慢来 但是企业的部分 50%的资产 你在哪 我们希望作为产业发展 这个计划呢 是预计是希望能够 引进6000个就业机会 因为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很好的艺术氛围 所以我简单的来自各位报告 今天非常谢谢 不只是在跟各位来说明 这个project的重要性 跟这个project 它的这个上看 可以有350亿的销售量 但是你要投入 跌过这个183亿 这是依照我们公司的推估 但是我相信呢 这个案子是对于我们的地方发展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特别要求 一定要有一个联证平台 那么今天包含呢 我们的国家的联证署 包括我们的地检署 的检察长 双文长 都一起来 包括我们的透明协委 都一起来 包括我们的政公司 和胜 这个银和胜 都来 我更有信心 因为这个有着廉政平台之后 无论是投资者 或者是任何的公务能源 按起事啊 是比较安顾的 因为 因为这不能关锁 也不能做什么事情 公公开开透透明明 好 期待这个案子 我们今天 再次更会介绍 也希望 我知道 我的名单里面有好多家 包括是人寿公司 甚至我们这里 在地的很多公司都有来 非常谢谢你们来参与 这个案子既然是在高雄 也很期待 我们高雄团队 同志的团队 建制的团队 一起加入 共同为高雄打拼 这个案子 奉三中成七十年等 统一叫做 高雄市的洞区计划 好 预祝我们这个期望 如果成功八月三十就结稿 请记得时间就是只有我们的月 大家一起来 谢谢 谢谢我们的参与秘书的介绍 那由于我们今天 还有我们今天的 廉政理台的一个成立大会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要邀请的是 我们保护廉政主任秘书 监委会监主秘书 上台我们的支持 有请监主秘书 高雄地监署的庄家长 加州地监署的红家长 还有台湾透明组织的肖李氏 那捷运局的吴局长 政空处的邻处长 还有捷运局的吴副局长 在座的各位闺蜜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好 谢谢 谢谢 我今天非常荣幸 可以来参加这个 高雄捷运问名站的土地开发 招商还有一个政品台的这个书名会 那我们大家知道说 今年1月25号的时候 国际透明组织 有公布了这个 牵连印象指数的这个分数 那我们国家呢 从之前的28名进步到25名 那分数呢 从65分进步到68分 在全球受评的180个国家当中 我们的这个成绩呢 是超过了86%以上的国家 那么各项的成绩呢 我们都是创下了这个历史的新高 那这样的成绩呢 代表我们落实这个联能的决心 还有我们政府团队的努力 以及公司合理的这个成果呢 是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那连政署呢 推动这个机关财工平台 那基本上我们都是希望 领持着这个跨率合作 公司协力 行政透明 还有全民监督的这个精神 那我们希望说让这个检查 联政还有调查的机关 来共同的参与 那我们深化 跟机关之间的一个资败的关系 那就可以排除这个不当的 外力的干扰 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施压 那我们共同的呢 就可以来营造一个 优质联能的采购环境 那促成一个良善的智力循环 那同时也可以提着这个 这个重要建设的这个品质 那这个行政院的苏院长 在今年3月31的 中央联政委员会议当中 他特别指示这个法务部 要继续跟相关的铺会合作 就是就一定的就是一定规模 或者是金额的采购 或者是比较重大的这个采购呢 都要来成立这个机关采购的联政平台 那所以从院长特别宣示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事实上呢 推动这个采购品牌的成像呢 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院长才特别希望说 把这个好的这个制度跟品牌 可以继续的再深化 还有这个推广 那高雄市政府过去跟联政署 已经有合作成立联政平台 过去已经有三个案件 那今天这个魏谷营站是第四个案件 那这一件程度刚才副职长有说到 他是一个双结院交会联合开发的首案 那也是采购联政平台的第四案 那联政署这边呢是非常乐意 以及继续跟高雄市政府 还有跟检察机关 以及在座的作为先进努力 那我们相信 在大家讲的公司协力的努力过程当中 这么一个重要的建设 一定可以如期 然后如此的完成 为广大的这个民众来谋福利 那最后呢 祝福在座的各位 身体健康 欢视努力 那也预祝今天的这个婚姻呢 非常的顺利圆满 谢谢大家 感谢今天 我们分享的是 金选主任秘书台上 先请留步一下 我们接下来 长官看向我们的左前方 好 谢谢我们的媒体朋友 来请我们的媒体朋友 注意一下我们的长官 看向右前方 好 非常谢谢各位长官 今天力领来见证我们这个 历史的一刻 那我们的媒体朋友 需要再补充镜头的部分 好 我们是不是也看一下我们的正前方 然后一起来喊一下我们高雄链开赞好吗 高雄链开赞 好 高雄链开赞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我们今天和你们的长官 及我们的媒体健康朋友们 长官后续还有公布行程 待会可能会先行离席的部分 那请 好 谢谢 高雄转变 有部署 从台湾南部科学院区 乔口科学院区 至 亚洲西关区 至 ALOT创新院区 以科技 NESTOLINE 引领产业转型发展 结合 凤山中城文创产业 高雄 展新一魂科技城 以轨道串联本来基地为母营与台铁机场三大基地构成发展 新组高雄艺术凤山装程TWIN VITAL 高雄混淆运输网工程行 提供地区日子运输带入高雄做工程发展 翻转按高雄重线 本基地位于高速飞行区 经历凤山区无聊一号高速公路五分钟 双界运输鸟交通便捷 高雄东区门户运输界点都市开场上街 基地座有70公项公园内地 独特都市预警官 经历国家级文化意识中心 多元艺术活动变迹人潮 全国最大彩绘艺术村 国军高雄总理院 三星阿拉莫斯万亭商场 英文产业聚多重新 以地下人性看到串联双界令出任务 好网绘物理三星阿拉莫 变其人往盗产及享受多元机能 集体面积5450平 开发的面积超过8万平 打造高雄新地标 高楼层空桥 中轴绿色蓝带 立体错落对待设计 串联务与国家艺术中心 打造永屈绿间体 警官街机广场 练节群绒艺术商店 艺术团体表演的空间 崭新艺术生活场地 绿坡屋顶开放公共花园 无名机户外展业空间 都会休闲新生活 双前云交汇 引入产业办公空间 艺文旅馆 万亿与景观众宅 复合对面艺术生活聚落 高雄艺术本部 为你艺术之秋 双前共同 艺术比较 take your time stay one more night at 卫吟 高雄市政府 借助欢迎投资 与您携手打造 为你艺术之秋 是的 take your time stay one more night at 卫吟 专门共同打造高雄艺术新门户 为武营艺术之秋 谢谢我们师傅 吴局长 吴局长 还有师傅的长官 以及我们各位投资朋友们 还有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好 好 那今天很感谢市政府 成立这个平台 其实我们中央联航 其实参加过C1D1的联阵平台 也参加过新北市的联阵平台 那高雄市政府的效率跟这个联能 其实我们是最佩服的 尤其林寺市长 那刚刚林寺长也提到 这个其实是一个梦幻的基地 也很谢谢有几位北部的朋友 一起过来参与 那今天也很谢谢 很多我们在地的高雄的建设公司的朋友 也一起来参与 那我今天会很快的跟各位报告 我们虽然已经公告了 三月底才刚公告 那各位其实都还有足够的时间 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基地的相关条件 以及我们对市场的看法 以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招商的 的条件的说明 那首先刚才市长 副市长也提到 其实高雄市政府在整个市府团队的推动之下 这几大建设都非常的重要 各位都知道这个S郎带 大家都已经朗朗上口 包括台积电 日月光灯的半导体形成之外 那去年我们也跟副市长 跟团队一起打造了 这个亚洲新湾区 那今天也有几位有参与 新湾5GiOD原区的投资朋友也有在场 那今天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跟各位报告 我们这个凤山终成计划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知道捷运TOD 是现在全台湾各个城市都积极在推动 那到站就到家 这个是一个整个未来城市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愿景 那程度刚刚副市长所提到 过去的TOD 可能都是捷运完成之后才来做 那其实它有蛮多的一些缺点 包括设施等等都完成了 有时候做好的西装反而不好 不容易是试穿 所以在光之这样整个破坏之下 而且未来是一个捷运网状的一个行程 那对于整个城市的一个基础建设跟发展前提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注意 那我们这块地就在Y18站跟O10站的双捷运的交汇 这个是高雄第一个双捷运的这样的一个联合开发的案子 那对面就是魏武营的国家艺术中心 那山井的阿波光光潜运 谢谢我们王协力也亲自过来 那也是山井的 他们对这个案子也有在进行评估当中 那我们旁边就是另外有个O9的开发基地 那国道高速公路就在五分钟之内的范围 所以这整个地区是一个非常 区位条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区位 我会有一个透视图在跟大家做说明 那凤山终成计划也是市政府推动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包括我们魏武营为核心 旁边的伯泰同化区以及台铁机场 整个会变成是一个高雄甚至国家很重要的一个表现 艺术的一个产业核心 那我们从这样子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基地 那我自己觉得像这种基地基本上是 连我自己都很想来住 这是一个梦幻的基地 那它对面这样的一个都会公园 大概有三倍的大安森林公园这么大 那我们知道魏武营国家艺术中心 它也得到2019年 这个泰撒斯列为全球最佳的这个吸引人的经典 还得过非常多的建筑设计的奖项 那每天可以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景观 我想说旁边就是高速公路 其实到了台积电这边大概也差不多20分钟的距离 我自己的认为就是说 早上先生可以先去魏武营这边跑步一下 然后坐车去坐捷运 或者是开车道去上班之后呢 太太可以到这个山井南拉波的 这边来逛街 那小孩子可以在下面这个地方 其实晚上还可以学习很多的这种 这种艺术的课程 那这个 这个爷爷奶奶呢 如果需要做健检的话 我们旁边有一个国军医院 所以它的机能是非常方便 那我自己在看 我们自己在看这块基地 其实它可能比美术馆的条件更好 因为我们刚刚从美术馆这边过来 其实美术馆里面 它其实很多地方盖着迷迷茫茫茫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块基地 那几乎就是一个完整的block 我们从一个透视图看到 不管是前面的井 后面的井 东边的井 西边的井 基本上都没有到 那到站就到家 到站就到公司 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几乎是一个梦幻的地点 那基地的基本资料 刚刚副长也提到 5,450平 农积率可以到840 那里面有一部分是这个 这个捷御年开的部分 它是整个 捷御出租口的部分 大概交流用地是400 那合集起来 大概平均农积是813 那预计开发的量级大概是8.4万平 那自认我希望说这个地方 不是只做住宅 虽然不是计划 上面规定 并没有这个限制 但是我们希望里面至少商业 招商的条件 商业比例不得低于30% 这个是希望能够跟魏武营 能够达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效果 那这个是今天也谢谢4C的工程过分也有一起参与的 他们是做整个捷运系统的一个建设 从这张图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下基本上是全部会联通在一起 Y18站的出入口 就在我们的基地的范围内 那目前已经通车的这个欧式站的出入口 也在我们的基地范围内 那这个会整个交流投资人一并来新建 那地下有这个广场用地 可以做地下的一个联通 所以是一个非常人车都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串联的一个 一个基地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对市场的看法 当然各位知道高雄这几年 其实整个市场上来很多 那过去凤山来说 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推案 那我们可以看到 市区里面 包括像理事馆园区 奥斯底这边 如果是好的景点 尤其面公园的 大概都甚至可以到40到60万以上 甚至有的顶楼都推到70万 那过去这边的行情 大家看可能只有30到40万之间 不过最近最近的几个推案 基本上也都可能都占到十字头以上 那我们认为以我们这个基地的一个条件 面对魏武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景观 基本上大概大家的看法 四字头以上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 那甚至可能他的一个条件 甚至有可能会超越这个地区的一个潜力 那就商业来看的话 当然办公的部分 过去高雄其实也蛮缺乏的 这大概过去这十几年来 没有真正的好的A系办公大楼 那现在好的办公大楼 其实从台北的经验 很多外商企业 他希望是在捷运站连线 能够来设置 因为到站就到公司 那同时有很好的一个景观 以后是公司的环境 对于这个员工的凝聚力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至于商场的部分 因为旁边已经有LALA HALL 所以这个地方 他的商场规模 我们认为可能不需要太大 但是他可以跟山井的 LALA HALL 山井就是LALA HALL 一起结合 变成一个商圈共同的环境 那因为有双捷运的出口 所以很多便利性的设施 基本上 他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商机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整个定位就希望它是 其实是可以打造成一个高雄东区的新门户 谢谢林副司长 在台北有打造南港的这个 东区的新门户 其实这个Docation 就跟高雄的东区新门户似的类似 而且它是一个 艺术的一个新门户 而且最主要它有捷运年的开发 两个双站的 而且它有文化艺术的一个新地标 这个在未来的一个开发来讲 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资产 就是它会有它的unique 就是它的独特性 它不会跟一般的建案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是整个符合世界潮流 跟需求的一个趋向 那刚才副司长特别提到 就是魏武营过去来讲 可能大家参观完一天离开了 觉得时间又不够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借用林副司长的slogan 其实林副司长想出来的就是 take your time, stay one more night 也不会不易 那尤其山景的La La Poto又在旁边 其实这个地方会是一个 非常丰富精彩的一个商圈 那接下来跟各位报告 我们初步估计大概8万多瓶的整个开发量体 我们大概平均一瓶 大概接近22万左右来做估算 所以整个的预估的投资成本 将近大概180多亿 当然这个部分会有 投资人在做自行的一个估算 那开发的建物的评估 我们余估总销大概是350多亿左右 那我们其实我们认为是一个 中间偏保守的一个估算 就是我们上面平均均价 当然各个楼层会有不同的价钱 我们如果均价用45万来算 车位一个车位大概用200万左右来算的话 大概它总销会达到356亿左右 那当然有些公司有更好的品牌 它可能甚至可以创造到 5字头以上的价格都有可能 那我们的这个权益分配的底价是 就是投资人分 就地主就是共同市政府 至少分40% 投资人是分60 那它未来的部分就是用这个建物贡献成本 和土地贡献成本来做分算 那如果可分配的全值是356亿的话 各位可以乘以60% 当然基本上对投资人来还算有一个合理的利润 如果能够创造更好的价值 当然这个利润率会更有更影响 那接下来会报告我们甄选的条件 那我们这个刚刚提到 完全是公平公正的一个方式 而且不是只有比价钱 所以我们大概会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们的资格标 主要是比较这个相关的这个 财务能力跟开发能力的资格 那第二阶段是进入到规格标 那从规格标里面来直接就选出 最优的申请人及自优的申请人 那在这个资格标的能力限制 这个基本上是根据言语的材质基准来做计算的 那就是法人本身的权益 就最有资金的部分 不低于30%的预复工程费 那这个案子算起来大概是54.9亿元 那各个法人也需要符合捷音局 所定的相关的财务能力的一个标准 包括流动资产不低于流动负债 负债金额不超过权益三倍 迪速冻比不低于10%等等 那当然受潜业者可以用资本氏足律 来符合法律法的规定 就不需要受这样的一个限制 这个也是出餐跟相关单位 相关的一个操仓案的一些做法 那我们的开发能力的部分 就是最近10年内 能够完成跟本来相同 或相当的一个业绩 那它分成单一式机的话 大概不低于总工程费的 大概差不多是61亿 那累计时机就是10年内 不低于预过工程费的 就是183亿 就是10年内 那建筑公司有推案的 基本上大概就是 它可以包括住宅办公商场 或住商混合大楼 那房地产已经销售 按照水益表证率 被销售的像水盟公司有的 也可以按照资产负债表的成本 来做任劣 那保险业者可以用 投资性的不动产来做任劣 那我们的申请保证金是1.83亿元 那未来的旅页保证金是用 预估投资金额的3个%来做 那这个缴付方式 它不一定是用现金 它可以用旅页保证金 保证书 用本票等等 银行的订策单等等 那这些都是希望能够减轻投资人的一些负担 那我们是能够有 具有足够实力的投资人来参与 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捷运的部分 那希望能够让各位有最好的一个发挥 就是出入口跟我们的整个大楼啊 它可以整个完全结合在一起 那可以发挥各位最好的一个设计的一些 跟商业联通的一些想法 所以包括Y18站的出入口 跟欧式站的出入口 以及地下的这个联通的通道啊 都可以由投资人来做兴建 那这个部分也会纳入 我们联合开发的共货的相关的成本 那费用的负担基本上大概就是相关的部分 所有的部分大概就是很清楚 就是由投资人来自行做负担 那前期的规划费啊等等这些 我们刚刚提到 都会纳入这个建物的贡献成本来做计算 那权益的部分我待会会再做一个说明 那投资人分配的部分 大家其实在北部厂也很多人很关心 就是说投资人分配的部分 是不是要全部给现金 那后来市政股也讨论过之后 大概50%的部分是 就市政股分的40%的部分 50%是用现金用资金 那我刚才有分析付款 那我会说明一下 另外50%用房地产来做敌付 这个就等于是说建商参与核建 但是不用这个就是核建分钱的一个概念 但是有一部分就是核建分污的概念 大概就是一半一半的这样一个做法 那另外就是说 主管机关分配的回造费用 它是另外就是按照一定的价格进行缴付 那土地所有人分为的商业不动产的面积 可以用统一经营的方式来做 这个待会我们也会做说明 那申请呢 如果陈珠可以在开发建议书的时候 一并来提出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来说明 就是说土地所有权能 就是抗市政府领围的40%的部分 那他大概他的全职的部分 他50%希望是用全力金来缴付 50%是希望用开发的大楼的房地产来给付 那开发的大楼分配呢 市政府希望分配的 基本上是以商业为主 所以各位投资人可能是 会分的住宅会是为主 因为这个案子里面 30%要做商业 那市政府分的部分 大概40%的悬疑里面 50%大概就会占掉全案的 20%左右的商业 如果大约比值都一样的时候 那另外50%的全力金 也为了减轻投资人的负担 基本上我们用采用分歧缴付的方式 这个就有点像是民间在做 合建分钱 就是合建但是销售完之后 才会给付 但是这个并没有考虑到销售率 因为市政府在做的话 基本上必须是一个公平 有系统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在签约的时候是缴付 这个部分的5% 那领的建造5% 那70%最重要最多的这个金额 70%的部分 是在产灯 就是盖完房子之后 产灯完成日之后的 90日内才做支付 这个就是为了顺应 各位知道 就是很多的 这银行的贷款 基本上是要等到房屋完成之后 才能做贷款 所以市政府也 全案的这个所有的资金 都会交付信托 这样能够保障双方的一个权益 那这样的一个做法 对于投资人来讲 基本上资金的负担 会是最少的 因为等于是说 你不需要去买地 花很大力的钱去做买地的做法 那他等于就是说 跟市府做合建 那有一部分市府会分房子 有一部分是分钱 分钱的部分 他也按照一个比例 等于说定迁开的部分 前面大概才付到 30%左右 其实10%是到 始造合法日 等于前面的部分 大概只有20% 所以对我们在地的建设公司来讲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参与的机会 并不是说一定要 要各位投入很大的一个资金 那也是鼓励 在地的公司能够多参与 这也是 部长他们也是很期望说 大家能够公平公正的参与 那在规格标的平分的部分 那100分的部分 我们大概分成团队组成的部分 大概占10% 那开发的构想这部分很重要 尤其是在整个捷运的开发建筑的亮点计划 以及跟捷运联通的部分 这个部分大概占25分 那这个另外的经营管理的构想 财务计划等等各有它一定的比例 那对都市发展的贡献大概占4% 那土地所有城的最低分配比例 大概占15分 也就等于是说 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土地所有城的最低分配比 不得低于40% 那如果超过的部分 其实它会有加分 这个部分待会回收一下书名 这部分总共占15分 那另外我们这次特别有 研领的一个机制就是 申请人你可以给付 权利金或者承诺回租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会有加分 因为施热股其实原案是希望 这个案子能够全数采 权利金的方式 只是说为了要减轻大家的负担 我们并没有规定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如果投资朋友 愿意全部给付权利金的部分 那部分也会多加分 那我们这边再说明一下 最低分配比 这个15分它是怎么做计算 就是从40分 我们也设定了一个上限 不是永远没有上限的 所以最多的 如果达到45% 投资收入权能够分45% 那这个部分的 比分就是满分15分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 权利金基付的部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50%的部分 政府分为的事实里面的50% 可以用权利金来交付 那另外50%是用房地来交付 那如果说各位投资朋友 愿意把另外50%的房地 也用权利金来交付的话 这个部分会加5分 那也许就是投资朋友认为说 不需要全部用权利金来交付 要给市政府分的50%呢 如果我愿意回租的话 那这个部分会加2.5分 当然